若望一书第四章 可爱的诸位 不要凡神就信 但要考验那些神是否出于天主 因为有许多假先知来到了世界上 你们凭此可认出天主的神 凡名认耶稣为墨西亚 且在肉身内降世的神 便是出于天主 凡否认耶稣的神 就不是出于天主 而是属于假基督的 你们已听说过他要来 现今他已在世界上了 孩子们 你们出于天主 且已得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内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他们属于世界 因此讲论属于世界的事 而世界就听从他们 我们却是出于天主的 那认识天主的 必听从我们 那不出于天主的 便不听从我们 由此我们可以认出 真理的神和欺诈的神来 可爱的诸位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出于天主 凡有爱的 都是生于天主 也认识天主 那不爱的 也不认识天主 因为天主是爱 天主对我们的爱 在这世上已显出来 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 打发到世界上来 好使我们借着他 得到生命 爱就在于此 不是我们爱了天主 而是他爱了我们 且打发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做赎罪计 可爱的诸位 既然天主这样爱了我们 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 瞻仰过天主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 他的爱 在我们内 才是圆满的 我们所以知道 我们存留在他内 他存留在我们内 就是由于 他赐给了我们的圣神 至于我们 我们却曾瞻仰过 并且作证 父打发了子来 做世界的救主 谁若明认 耶稣是天主子 天主就存在他内 他也存在天主内 我们认识了 且相信了天主 对我们所怀的爱 天主是爱 那存留在爱内的 就存留在天主内 天主也存留在他内 我们内的爱 得以圆满 急在于此 就是我们可在审判的日子 放心大胆 因为那一位怎样 我们在这世界上也怎样 在爱内没有恐惧 反之 圆满的爱 把恐惧驱逐于外 因为恐惧内含着惩罚 那恐惧的 在爱内还没有圆满 我们应该爱 因为天主先爱了我们 假使有人说 我爱天主 但他却恼恨自己的弟兄 便是撒谎的 因为那不爱自己 所看见的弟兄的 就不能爱 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 我们从他蒙受了这命令 那爱天主的 也该爱自己的弟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